我是一个喜欢弹琴,喜欢唱歌,喜欢看书,喜欢画画的女孩 然而,一切的美好都因着2007年的一场疾病而彻底地改变了 那一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我们当地的重点高中 可也就在那一年,我被确诊患上了多发性硬化 这是目前世界上还比较罕见,对医生来说还比较棘手的一种慢性疾病 在不停治疗的过程中,我渐渐地了解了这种病 多发性硬化,好发于北半球的寒冷与温带地区 它的临床表现为瘫痪,语言不清,失明,吞咽困难等一系列症状 这个病的后果也很可怕,病人往往在发病多次之后 身体就会逐渐地瘫痪,视力就会逐渐地消失 我也是先从眼睛开始发病的 从发病的那天起,我的妈妈就带我踏上了慢慢地求医之路 她带我跑遍了北京的各大医院 换来的却都是一样无情的结果 但是我的妈妈没有放弃 她甚至跑去问医生,可不可以把她的头和颈椎 通过手术的方式换给我 医生只是无奈地摇了摇头 从07年的8月份到08年的9月份 我先后发病五次 两只眼睛各发病一次 每一次发病,我的视力都会消失一部分 随着发病次数的增多 我的眼前开始一点点地暗了下来 我三次瘫痪在床 每一次瘫痪的时候,都会带来大小便失禁 高烧不退,呼吸困难等一系列症状 还有两次,医生甚至开出了病危通知 我绝望了 我讨厌瘫在病床上看不见东西的自己 我的大学梦彻底地破碎了 患病前,我还在憧憬着我的美好人生 可转眼间,我的一切就像一串漂亮的泡泡一样 被无情的病魔击打得烟消云散 我像是跌入了冰冷刺骨的海底 被黑暗和恐惧团团地包围 我不知道我的人生路要怎样走下去 我不知道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我甚至想到了通过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结束自己的痛苦 因为我在这个世界上看不到任何的希望 我的脾气变得暴躁起来 我根本无法接受我已经患病的残酷现实 我讨厌妈妈一次次地把我带到医院里 去接受各种检查 现在想起来 我当时真的对不起我的妈妈 因为我的妈妈为了给我治病 化掉了她所有的积蓄 把能卖的都给卖掉了 而我竟然把内心的火和所有的委屈 通通地发泄到了妈妈的身上 可是每一次妈妈都不跟我计较 她总是用爱和温柔化解了一切 其实我知道妈妈也很难过 每一次她和我说话的时候 虽然我看不清楚她的表情 但是我可以听得到她颤抖的声音 她总是强装欢笑地鼓励我 告诉我别怕 她不会放弃我 她相信只要明天的太阳从东方升起来 我就一定可以好起来 妈妈真的没有放弃我 在我瘫痪在床上的那半年多时间里 也是妈妈最累的日子 白天妈妈除了要忙于生计 还要照顾我的饮食起居 晚上还要给我的双腿进行按摩 我最后一次出院的时候 刚刚拔掉氧气 身上插着倒尿管 胸部一下完全瘫痪 是医院的救护车 把我送回了家 六个壮汉 好不容易地把我抬上了楼 感谢神的保守 感谢神的眷顾 感谢神 在妈妈的精心照料下 我现在已经行动自如了 我还可以跳绳呢 这真的是一个神迹